其實最主要我們應該是從 2月20號開始 我們就已經完成了我們所有的防疫措施 然後一些流程 那也在3月份的時候 我們首先開始了一個梅花座 社交距離有1.5公尺 這個在很多的消費者體驗上 是一個很好的回響 那再來的話當然也就在這個同一時間 我們也做了一些自有商品 然後還有包含我們的一些 其他的一些像是伴手禮 那這些特別是烘焙 也跨著這個領域 那還有一個最重要的是 我們做的外帶跟外送 這在百惠自助餐來講的話 其實是一個將店內體驗 帶到店外的一個最大的突破 那我們也在母親節的這個檔期 大概是5月份的時候 母親節當天我們的小吃天堂 大概有7位數字的一個外帶跟外送 那也是榮獲這個顧客的肯定跟支持 我想這是我們最大的一個突破跟改變 對 想要的觀察嗎 其實我們最重要的就是在於 我們會在意顧客體驗 其實我們如果在網路上面 或者是顧客給我們的回饋 我們會收集好資料以後 然後盡可能的去滿足顧客體驗 然後以顧客導向的方式去設定我們的經營目標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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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謝謝